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观众一直非常喜爱任佳伦 他不仅长相帅气 演技也相当出色 他主演的《周深如故》 《请君》和《恰似不仁归》等作品都成为了当季的爆款 他的个人表现和抗拒能力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尽管在暑期当中 与阳影搭档的电影暮色新约遇到了一些冷遇 但是男主角任佳伦的表现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他出色地驾驭了角色 任佳伦的作品不断进步 个人表现也越来越出色 以至于每一部带播剧都引起观众的极大期待 其中包括刚刚开拍不久的古装武侠剧《流水条条》 《流水条条》尽管刚开始拍摄 但相关剧集的路透照不断曝光 使得《流水条条》的人气一直在上升 可谓是备受瞩目 尤其是最近曝光的一组新拍摄路透照 更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其中 任佳伦在古装造型中展现出了帅气的一面 而女主角李兰迪的表现也超乎了大家的预期 从这次流出的素材来看 任佳伦在扮演男主角时展现了 他身上古装风范的特质 全身穿着一套洁白的古装 仪态端庄 文雅非凡 可以说是非常帅气 与所饰演的角色相得益彰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女主角李兰迪一直以来 对男主任佳伦的期望值并不高 甚至在剧组宣布演员阵容时 他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这些网友担心他是否有足够的实力 和古装扮相来胜任角色 并且担心他与人佳伦之间的化学反应 是否能够达到预期 然而 李兰迪的表现超出了预期 在路透中 他精致的高竖发不仅巧妙地掩盖了他的婴儿肥 还为他增添了一些萨爽的气质 整个人的状态也非常饱满 在新洛宁城堂中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在古装剧方面的出色驾驭能力 尽管这次的造型没有穿古装 但无论是在身形上还是在状态上 他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特别是与人佳伦的情侣感 实际上比预期的要好得多 再加上剧中各自的角色设定 李兰迪和人佳伦绝对值得大家期待 并且他们在荧幕上的配合也是非常出色的 这对双A组合绝对是强强联手 流水条条的聚集竞争力也显而易见的非常强大 尤其是在流水条条中 徐正希扮演驻男二号 被众人公认为古装男神 他个人实力不容小觑 外貌英俊 古装装扮出色 演技越发细腻 观众对他的喜爱由此可见一般 早前播出的众子中 他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如今 流水条条中有他的家门 无疑再次提升了聚集的实力 流水条条刚开拍就引起了广大观众的高度关注 随着官方陆续发布更多相关资料 和人佳伦·李兰迪带来的人气 聚集的热度和受欢迎程度必将进一步提升 尽管尚未播出 但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播放后必将走向火爆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